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1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開雙片 開的仔眼前這些 SHF超人一番賞 話說是17號新推出的東西 前幾天就去了抽 因為馬高斯我接下來要去日本 所以日本便宜很多 你想想 日圓現在這麼便宜 790日圓一抽 除50元左右 而香港是170元兩抽 即是大概85元抽 而之前蒙面超人的時候 120元一抽很貴 今次85元也算便宜了 但既然我接下來要去日本 所以忍手就不要抽那麼多 小小的 過下手印就抽了4抽 這4抽分別就是中了2G 一個E和一個B 如果第一抽就先中了B 然後就中了G 然後就中了毛巾 再中了這個 因為小小的只有4個 所以我就不賣關子 就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到時去日本再抽 再拍片給大家看 好啦 現在先看看兩個G 因為本身中了超人Z 所以我選擇一些超人Z相關的東西 這個就是杯箭 分別就是Gut Selector 和Storage Logo 都不是Logo 有它的字樣 背後面 這個就是戰機 黃色黑色模仿 這邊就是Random The Storage Logo 因為始終包裝這麼完好 就廢話開啟了 這兩個 然後再看毛巾 毛巾來說就是超人Z的 因為本身款式上 好像有8款給我選擇 每款都很棒 但之後再選擇 因為之後如果抽的話 基本上都中不少這些濕 不是濕的東西 都很漂亮 都中不少這些細A的東西 到時候再選擇 而這次的圖案上 它不是皮套 你看到這裡有玩具的關節位 其實這些是用SHF去做這個圖案 所以這個呢 後面有得看 這裡就是超人Z不同的形態 首先就是這個原始形態 然後就是這邊 Beta Smash 這裡就是Alpha Edge 然後這裡就是Gamma Fusion 和Beta Kuro 這幾個形態 那我就不開了 因為這條是長條型毛巾 而且這麼漂亮 我都不捨得用 那就用來收藏吧 好了 這個就是今次的大獎 其中一個 因為A相就是Torriga B相就是超人Z C相就是七星盒 然後D相就是巴露坦星人 而Last One也是這個超人Z 但Last One那隻有少少不同 因為這些其實是透明版 而Last One就是閃粉透明 更加漂亮 首先就是看一下封面 封面來講 封面來講 就包得緊緊緊 看不到裡面 那你就會見到 一個本體 玩具的本體 就出了死光姿勢 這裡就是Torriga Nation的貼紙 跟著就是有超人Z的Logo 這裡寫B相 那樣的 一向這些特別的東西 包裝都是這樣的 然後旁邊都很帥氣 即是就這樣收藏 放的包裝盒子都很漂亮 然後這邊就是有些說明 還有一些姿勢 這邊就告訴你裡面有些什麼 那好了 現在就開來看看 好了 那裡面來講 就一點點 因為始終這些一番相 它不會給你太多特效件 基本上就是兩個手型 然後還有一個紅燈 還有一個本體 那現在就拆出來看看 好了 那現在就拆開了包裝 拿了一個本體出來看 其實這樣看也挺帥氣的 因為本身它不是所有位都透明 它就是紅色和藍色的位都透明 然後銀色位就閃亮亮 好可死定的 打點燈下去 然後就用近鏡給大家看看 近鏡給大家看看 近鏡是對焦 頭來講沒有挑剔的 因為本身也是用舊有的玩具模組 所以原本出得漂亮的話 都不會輸蝕得太多 然後能量燈都OK 不過它不是所有紅藍位都是透明的 它有少量就不是 例如土腩位這個位 就是實色 然後腳的話 大部分都是透明的 你會隱約看到裡面的關節 那些機關 那些素體 那樣 然後呢 看看後面 後面呢 都沒有說偷不偷色的 都很帥氣的 亦都是上齊了色的 這樣咯 相對來說 它的偷色沒有Torriga那麼嚴重 Torriga那隻 我看觀圖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反而超人設定偏深一點 就做得很帥氣的 我覺得啦 那試一下做一下活動 看看動成怎樣 那頭來講的話 就可以上到這裡 然後下到這裡 然後呢 可以向到這裡 還有這邊的 都OK的 很帥氣的 就這樣也很帥氣的 手的話呢 可以這樣 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可以這樣動到 這樣動到 遞到上來 這樣 都可以動得到 嘩 然後它這個甲位呢 都是可以上下動到的 這樣上下動到 去調整一些位置的 至於條腰呢 就可以這樣 這個是腳位來的 腰的話呢 就可以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呢 腳呢 就這樣 的 正正常常 都是這樣 都OK的 然後 看看細部位 那手來講呢 這裡的黑色位是實色 這個紅色位也是實色 藍呢 就透明 都OK的 我覺得 就這樣 就這樣 對 那我現在呢 就做少少姿勢給大家看看 首先呢 就是戰鬥準備動作 那你見到呢 它可以放到這樣樣的 正面就這樣 旁邊就這樣 都好帥氣的 蛤 蛤 蛤 然後呢 就是死光姿勢 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招 來的 正面就這樣 旁邊就這樣 都好帥氣的 然後這邊呢 就可以這樣 這個呢 就是死光準備動作 然後呢 就這樣射死光 這樣就射到了 正 那跟著呢 飛行姿勢都沒問題的 都照擺到的 都 就飛了 好啦 那這麼快就玩完了 其實本身馬高斯 我呢 就沒有買過Alpha Edge的普通版 所以這次中到這個特別的透明版 是幾開心的 而且它透明得來幾漂亮 應該透的位就透 然後呢 那些銀色位呢 你用燈射過去的時候呢 好像閃亮亮的 好過死型 那然後呢 就剛才放了很多動作 但是呢 都有一種扣分位 因為下半身就是它的扣分位 那剛才你看到 擺十字死光啊 擺戰鬥準備動作呢 都是上半身動的 它下半身呢 它是蹲不到的 你看到它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呢 它抹不到向外 於是乎呢 你做死光呢 就叫它站頂頂做上面 戰鬥準備動作又是啦 於是乎呢 就扎不到那個馬 一扎不到馬呢 有些動作就限制了做不到這樣 那這個就是扣分位來的 那撇除了這些都ok的 那因為本身如果你是Display的話呢 你放實了一個動作很久呢 再拿起來再扭它的話呢 很容易會斷的 那所以來說呢 你這樣放在這裡就ok的 那就是這樣啦 那好啦 那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 還有現在這個頻道就有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5元或10元 那大家的支持絕對是做動力啦 那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拜拜